- 大家可以来,欢迎大家来持续听听下一个,就是下一个Janice的分享,那我们就事不宜迟来听咯,go go,let's go! - 大家好,我是一力科技的Janice,那第四场今天的讲座,数位创生与地方软型,就由我来为大家一起分享。 - 一力科技呢,是成立于三年前的一个小团队,那我们的使命呢,就是希望可以成为地方与科技的桥梁,写出地方呢,在做数位工具的应用,或是科技资讯的一些导入,可以更顺利。 - 那我之前呢,其实我毕业于交大的运馆所,然后我毕业的一开始,其实我是先跑去研华做PM,Software PM,这样子。 - 那但是当时呢,因为我在研究所的时候,我有参加水保局的大专生回游的相关竞赛,所以对于地方呢,就是我也有一些地方的一些,地方创生的事物也有参与一些些。 - 那到后来呢,就利用业余的工作,希望可以把我的专长在资讯软体的这个部分,可以拿来协助的地方。 - 那到后来呢,我就成立了与科技。 - 那希望呢,就是如同刚刚前面的使命而言,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地方与科技,做个,呃,当个桥梁,这样子。 - 哦,然后我个人的兴趣是攀岩跟索西,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供应器。 - 那在一开始其实我自己刚刚有介绍到,我大学是航海系,然后研究所读运馆所,后来跑去科技公司当PM,所以其实我跟农村或是农业的关系非常非常薄弱。 - 那我怎么进入农村呢?那也是在水保局的一个帮助跟推荐下呢,就是我在二次方的计划, - 我就拜访了很多相关的一些农民,不论是在卖农药的,或是在做地方创生的,有种田的,然后也有种水果的等等。 - 然后就是去透过这样子的实体的一个访谈啊,调查,让我增加我越来越多,呃,对一个农业的一个基本的小小认识。 - 这样,当然就是这个农业的大部分还是不是我的专业,这样。 - 那到后来呢,就开始在地方,就是,呃, - 前年在基隆,就是一个八斗子的一个小渔村。 - 那那时候呢,因为发现,呃,因为自己是海洋大学,跟渔村一直也很有关联。 - 然后那时候也看到了很多渔村面临的问题。 - 所以在跟海洋大学合作,然后办理了这样子第一,第一届的海洋渔村的黑客松。 - 那也协助呢,地方做了许多不同各式各样的数位工具的导入,RFID啊,看板啊,甚至也是网站也有啊,等等。 - 除此之外呢,我们在渔村呢,有做着草间带教育。 - 那以往草间带教育,我们可能是影片、简报等等。 - 那我就是透过我擅长的科技软体。 - 那我就是用把调案、教材,变成这样子的一个聊天机器人的形式。 - 那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的QR Code,然后可以试着玩看看。 - 那到后来呢,也有到企业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推广。 - 那么我跟农业开放资料的关联到底是什么呢? - 这就是一个漫长的故事,容我细细说来。 - 大约在三年前吧,就是那时候参加了第一届的农业的创新黑客松比赛。 - 那时候在参加比赛过程中啊,因为对农业不是很熟,所以那时候要找资料。 - 哇,超多,然后觉得很零散,非常的难找。 - 那我跟我的好朋友呢,我们也是,我们自己本身都是资讯的背景。 - 他是工程师,我是毕业的两个,很不合,没有。 - 好,然后呢,我们那时候就希望说,啊,资料这么零散,是不是我可以做一个入口的一个平台。 - 然后去让大家更好找资料,这样子。 - 不过后来呢,也有一些专家啊,跟青农啊,给了我一些建议。 - 他说,就算我整合成一个平台,可是资讯可能还是太多。 - 还不如直接给他要的那个答案,那个问题的答案就好。 - 然后再来就是农民也觉得根本没有空看那么多资料。 - 还不如直接问比较快,这样子。 - 好,那通常他们在,我们在问问题啊,或是我们想要查资料,我们最常做的方式可能就是我们用Google,这样子。 - 然后Google呢,我们可能分,可能就是home找到一堆资料。 - 那资料呢,有可能找不到,也有可能就是找得到之后呢,呃,看不懂,或是很多很多之类的,这样子。 - 除此之外呢,我们也观察到,就是在小农或是一些地方的一些经营业者,他除了在找资料遇到一些问题之外。 - 他在面对消费者,他也碰到一些问题,包含就是因为他没有足够多的经费去做一些大型的网站或是什么APP。 - 那他们就会想说,诶,那他们就只能经营,可能经营Facebook嘛,这样子。 - 可是他们消费者如果想要找一个资料,他可能要嘛就是找不到,要嘛就是一直要滑FB啊等等。 - 啊,可能滑不到就干嘛,就是打电话。打电话,但是通常大部分的可能微信业者,他可能就是牵手观音,一人身兼多子,校长兼壮中。 - 所以他可能可能刚好在忙,那没办法一直在线上一直回复。 - 那消费者他就可能会等很久啊,甚至是找不到资料。 - 啊,除此之外呢,大家都很常来问问题,可是我们可能有50%到80%,他们问题很像。 - 但是我们还是得一个一个回啊,这样子。 - 好,所以我们就统整了,我们自己统整。 - 那我们发现就是在资讯做传递的过程中呢,可能会有四大面向的一个问题。 - 包含它的方便性、容易性、正确性以及即时性。 - 可能不够即时。 - 所以呢,我就有一个大本的想法。 - 那时候是我刚认识Chapa聊天机前这样的一个技术不久。 - 虽然聊天机前已经算在资讯产业来说,它其实已经算是一个技术相当成熟。 - 也红了非常久,一阵子的一个热门的一个资讯技术。 - 不过其实在,不论是在地方啊,或是在真的,是在我们的第一写。 - 这样子的一个技术还算蛮新的。 - 那时候我就希望说,诶,那是不是可以透过机器人,聊天机器人来优化我们整个农业资讯的一个传递方式。 - 那机器人的好处是什么? - 免下载免安装免注册,我扫描了个QR Code,就可以加入啦,有够简单。 - 而且机器人呢,它可以就是在用我们最长的LINE或是Facebook就可以用了。 - 或者是它24小时它都可以做回应,没有什么半夜会吵到它的问题这样。 - 那再加上,其实就连我阿嬷都有使用LINE,所以呢,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老少嫌疑的一个工具这样子。 - 于是我们就开始就是用聊天机器人啊,来帮就是来制作所谓的一些,来做这个农业资讯的油画。 - 不过我们也发生了一些小插曲。 - 就是我们到后来可能会做了一堆聊天机器人这样。 - 然后每个机器人呢,可能如果都是工程师透过写程式的方式。 - 那就会变成是说,不论是程式码都会重复啊。 - 也有可能是说,老板或是大家去想要修改内容的时候很麻烦,一定要透过工程师才能修改。 - 然后每次要修改要等工程师等很久啊等等。 - 那再加上就是工程师他就要一直重复写一样的东西。 - 可能会有点小boring在讲。 - 那因此呢我们就想说,那我就想要做一个平台。 - 我又有一个大胆想法,我想要做一个平台。 - 这个平台呢就是可以协助大家去打造这样子的一个聊天机器人。 - 那我自己呢也有遇过就是,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也有设备过一些相关的一些服务。 - 那当然其实你说做聊天机器人平台有没有? - 有,非常的多。 - 不过其实我那时候还是想要自己做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, - 我希望是能够让地方比较对于资讯, - 资讯软体比较不熟悉的人他都可以会用的。 - 然后他也觉得好用的。 - 那甚至是说,他们就是这个平台可以好用直觉。 - 然后呢我可以解决他的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。 - 所以呢我的mentaco这样子的平台就跑出来啦。 - 登登,好。 - 那mentaco什么,可以吃吗? - 那我们当然就是主要核心概念就是, - 零基础的概念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聊天机器人。 - 就像做poppoint啊或是这个简报一样这么简单, - 就可以做出自己的一个专属品牌的一个机器人。 - 那当然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器人呢, - 可以省下大家一些些的时间, - 先喝杯咖啡也好。 - 这样子。 - 好,那接着我们就直接带大家看一些我们的, - 嗯,我们平台做出来的一个案例。 - 这个呢跟大家分享是在新竹恒山的常务板时。 - 那他是一个一人的小型的一个工作室。 - 然后呢我们透过像这样子的一个机器人呢, - 我们就简单的先将他的一些基本的资料, - 然后他的商品, - 然后还有他的购买的方式, - 都坐在机器人里面。 - 让他的资讯呢可以更容易的被曝光。 - 那此外呢, - 他这个商品呢我们也透过马上购买连结, - 帮他导去他购买的地方, - 让他呢可以增加产品的导购。 - 那这边呢我们也有一些常见问答, - 就是常常大家购买他的一些萝卜糕啊, - 或是一些天板啊, - 可能会在保存上运送上, - 煎法吃法的一些问题, - 我们都可以透过常见问答, - 就是把他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介绍跟回应。 - 那也节省他的一个人力。 - 因为他自己又要从萝卜糕的采买, - 然后又要萝卜糕的制作, - 甚至包装运送都是他一个人。 - 这样子, - 所以他很难真的一直守在线上, - 然后回应大家的问题。 - 这样, - 所以透过机器人呢就可以帮助他, - 嗯, - 可以接单, - 然后可以回答问题。 - 另外一个案例呢我们可以看到, - 这个是三合院的红枣。 - 最近可能红枣, - 红枣的产季快到咯。 - 欢迎购买。 - 这样。 - 其实呢, - 跟刚刚的常骨板实际也类似。 - 他除了做商品的导购之外, - 他还做了线上的一个食农教育。 - 他可以把一些红枣的知识跟内容啊, - 就是增加到机器人里面。 - 透过这样的机器人去提升他的整个品牌的形象。 - 另外一个呢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案例, - 叫做台东生技。 - 那在我们接触他之前呢, - 他其实他的大部分的手机就是透过开官网。 - 那就是我左边这张图。 -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像这样子的图啊, - 如果在手机上看, - 或是这样子的网页上看, - 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方便。 - 然后也资讯可能不是很清楚不好点。 - 所以呢我们就把他变成像这样子的简化成一个聊天机器人的方式。 - 那当然就是真的是购买肥料的部分, -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他捣去他下单肥料的地方。 - 那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些他的肥料介绍啊, - 品牌的故事啊。 - 然后再来就是看他一些, - 他有一些媒体的报道也都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就可以很清楚的浏览。 - 这样子。 - 好,介绍那么多呢, - 最后呢我就是来跟大家demo一下我们的平台咯。 - 欢迎来到我们的demo time。 - 好,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平台MentaGo啦。 - 只要这里GoogleMentaGo, - 或者是呢, - 这边有这个想要使用啊, - 想要试用的伙伴啊, - 都可以直接让我立即免费试用给他按下去就对啦。 - 好。 - 那在我们立即免费试用给他按下去之后呢, - 我们只要透过Google账号, - 或是FB账号, - 就可以轻松登录哦。 - 登录。 - 好。 - 进来的话, - 其实可能不会像我这么多啦。 - 那就是可以新增, - 就是这边有一些模板, - 那可以新增自己的一些模板的一些机器人, - 那我在这边呢, - 大家就是直接介绍, - 刚刚有跟大家介绍的。 - 诶, - 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好了。 - 我介绍这个, - 扫玉母。 - 好。 - 那我想说, - 这边可以跟大家有一些互动。 - 所以呢, - 我就这边, - 大家可以帮我扫描, - 这个QR Code。 - 扫好了吗? - 三秒钟, - 两秒钟, - 一秒钟, - 好。 - 那扫完之后呢, - 就是帮我按加入好友, - 然后聊天, - 加入好友聊天, - OK吗? - 好。 - 那加入之后呢, - 应该会在最下面, - 手机的最下面有一排跟他聊天, - 会有个吃撒玉米变聰明, - 还有一个玉米的图片, - 还有一个Igon, - 那那个帮我按下去。 - 这就会看到我们像这样子的一个六格的一个图文选单。 - 那大家也可以看我们最近最夯的是, - 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在做蔬菜箱订购。 - 所以我们在机器人里面呢, - 大家可以帮我按蔬菜箱订购。 - 那我们也有帮忙介绍他的一个蔬菜箱。 - 然后这边呢, - 也会帮他连去他的一个订购的一个连结。 - 然后下面做他每个礼拜的一个菜色介绍。 - 其实像这个小农呢, - 他每个礼拜他的一个菜色都不一样。 - 他可以看他每个礼拜十二样都会换。 - 然后他这些图片啊, - 然后也都会根据他的菜色, - 他都会重拍, - 然后重弄。 - 如果今天我们是做一个官网或是做一个APP, - 官网要换一张图片, - 或是APP要换一张图片, - 可能真的有一点点小困难。 - 那可是小农透过我们这样的机器人, - 这样子的一个后台, - 他每天换图片, - 他每个礼拜换一个图片。 - 然后大概花他几分钟, - 你们猜猜。 - 五分钟不到。 - 因为我只要这边, - 有没有, - 像我这样平台, - 我只要这个点下去, - 然后按变更图片。 - 然后变更完之后呢, - 我就给他确定。 - 然后储存。 - 我储存好之后呢, - 我就再回到这边, - 我按发布。 - 好, - 我的图片就好了。 - 今天他的下一周新的菜色就上了。 - 是不是真的非常方便, - 非常快速这样。 - 然后他的客户呢, - 小农头客户也可以每个礼拜, - 诶, - 透过蔬菜箱的订购。 - 他就可以知道说, - 诶, - 这周又换成什么样的菜色了。 - 这周是有什么新的菜呢? - 这样子。 - 好。 - 那这个是我其中跟大家分享的。 - 那我再分享最后一个。 - 我们时间好像不多。 - 这样子。 - 好。 - 这个呢, - 是我们跟海洋大学老师合作的。 - 是因为呢, - 老师会合作这个故事的来由。 - 是老师其实是在带通试课, - 然后希望做一些朝间带教育。 - 不过就是课程嘛, - 还是要做一些成绩的。 - 诶, - 大家扫好了, - 我要走咯。 - 好。 - 然后呢, - 大家应该进去可以帮我看到就是 - 有一个下面, - 下面有一个叫做测验游戏。 - 一样加入好友, - 然后聊天。 - 然后下面一排 - 认识麒麟菜给他点下去。 - 点下去。 - 好。 - 然后刚刚讲到, - 因为我们就是 - 老师上课还是要打一下成绩啊。 - 所以我们就把 - 像老师的一些小考的一些题目。 - 我们做 - 用聊天机器人的方式来进行。 - 大家就是帮我来考试吧。 - 按下这个测验游戏。 - 按下去了吗? - 麒麟菜考官出来了吗? - 好。 - 大家可以按开始测验。 - 然后我们就总共有10题。 - 大家可以一起玩看看。 - 一起做一个互动。 - 这样子。 - 然后我等一下就是来看一下大家考几分。 - 因为呢,我们一定要就是还是要记录大家的一个成绩。 - 所以我们这边有这个针对这个测验啊。 - 我们有做一个这个测验游戏的一个分析。 - 然后我可以把大家的成绩都列出来。 - 给大家偷看一下。 - 这边有一排很多100分的有没有。 - 这就是老师那时候叫大家考期末考。 - 然后同学都要玩到100分。 - 这样子。 - 除此之外呢,我们当然也可以看谁错的。 - 哪一个题目答对率最高。 - 哪一个题目答最多人错。 - 这样子。 - 这个呢也是透过我们的平台。 - 然后再做一些食农教育, - 或是食育教育,草间带教育等等。 - 我们做的一些互动的方式。 - 这样子。 - 好,时间。 - 我的时间差不多了。 - 好。 - 好。 - 好。 - 以上就是我的一个平台的一个简单的demo。 - 如果对我的平台或是对我们有兴趣的话, - 都随时欢迎与我联系。 - 那我这场讲座分享就到这边。 - 接下来就进行我们的QA咯。 - 导播大大,我跟Jennie是同框, - 这样你就可以少串一个画面。 - 耶,我是阿财。 - 然后呢,因为中间我们下一个议程的时间是到一点, - 两点四十。 - 然后中间有蛮多人就是有提问。 - 然后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厉害, - 就非常的深度。 - 所以我相信我可以在, - 就我很充裕的时间来回答这些问题。 - 那首先, - 刚刚有人在slide上问说, - 就说主办单位放开放词库, - 目前这个专案已经快要一年。 - 然后里面有很多有修改的, - 有PR已经快要一年, - 然后没有合并的原因。 - 是因为阿财真的是忙到炸掉。 - 就是我通常都会是下半年才开始, - 才开始处理开放资料的那个专案。 - 所以现在就还没有合并, - 对。 - 就是我还没有时间去处理。 - 然后再来issue and make, - 对。 - 就是不好意思, - 就是我每天都, - 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做主页啦, - 就是开放资料这部分, - 我确实是没有太多时间来更新。 - 然后唯一可以更新, - 促使自己更新的动机, - 就是像这个社群开发者的提问, - 我很久就好, - 我就赶快去处理。 - 所以就说跟大家说抱歉, - 就是因为我这边有很多杂七杂八业务, - 所以开放资料这边原则上, - 就是真的是通常都是在下半季, - 下半年, - 然后才会慢慢来处理。 - 那我这边会尽快, - 好,尽快来处理。 - 那也欢迎直接, - 就是你可以加我Telegram, - 或是加我Line好友直接点我, - 也没有关系。 - 好, - 那再来社群中很多都不是Windows使用者。 - 其实呢, - 我这个跟你交流一下, - 就是以我的经验啦, - 就阿财自己在推这个词库, - 然后阿财自己的社群, - 大家的回应就是阿财Github是什么, - 我从来没有听过。 -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编修, - 所以这就是, - 我自己在推开放资料很, - 算是很痛苦吧, - 或是一个很大的卡, - 对于专业的开发者人, - 他会觉得这东西你怎么, - 就是怎么没有办法用开发者的语言去呈现。 - 可是对于第一线农民使, - 就是第一线使用的人, - 不论他是农民, - 或是他可能有农业的背景, - 然后再做相关资讯的, - 有资讯相关资讯的产业, - 专案的人, - 他就会觉得这太难, - 他没有办法一起来共编, - 那邀请他们来共编, - 最快的方式就是开一个Google Drive的共用的Excel, - 那这件事情听起来对于很多开发者的眼, - 可能会觉得很荒谬, - 怎么可能, - 但是我必须说, - 至少在我们这个农业的社群里面, - 要找到一个认识Github, - 而且会使用的人, - 基本上是有难度的, - 然后他又要有热忱加入开源, - 因为我们知道开源其实就是佛心嘛, - 就是没有人付钱给你, - 大家就是一个社群, - 每个人都是因为自己的热忱, - 然后主动的在线上去更新这些资源, - 原则上这位社群开发者, - 我非常感谢你的提问, - 然后你的建议我也会放在心上, - 然后我也会积极的, - 就是下半年会积极的去处理这个东西, - 然后再来就是使用UTF拔队, - 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从去年到现在, - 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在收集资料源, - 就我们发现, - 其实农业是一个相对资讯很, - 比较有,我不敢讲不透明, - 但是我们只能说农业的资讯是相对是, - 你需要很多个转折才可以拿得到, - 里面就比如说我们想要知道台湾的植物的品种, - 我们想要知道台湾植物品种的专有名词, - 植物品种池库, - 但你如果是Google, - 你是找不到这个资料, - 你可能要去比如说农油种苗公司, - 就是这种超级大的传统的农业的公司, - 从他们的网站上去直接下载他们的产品清单, - 你就会拿到所有台湾在商业使用上, - 会使用的种子名称跟品种名称, - 所以你想想看就是很多农业的开放资料, - 它不是不存在, - 只是它的名字跟你想的不一样, - 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先在做这件事, - 就是先把词库收集回来, - 那今年才会去慢慢去做正规化跟编码, - 那动作很慢, - 但是我们认为在2020年之前没有人做这件事情, - 那在2020后我们期待它, - 就是从我们自己开始, - 我们可以在Github就是一个华人最大, - 或是全世界最大的开源的平台上, - 来发起这样的专案, - 然后希望更多人来呼应, - 那下一个问题是说, - 请问农事所提供的PDF党, - 都是爬虫党, - 不易爬取资料, - 捷巴也是可以分析结局上, - 对, - 这个是专业的朋友, - 你好,我总的知音啊, - 知音好, - 其实现在的状况就是说, - 不只农事所啦, - 其实早期, - 因为台湾的农业单位你想想看, - 不是像, - 我举别的例子来讲, - 我举台湾的其他单位, - 比如说你说像资策会啊, - 或者工业院, - 他们很多的资料库都是, - 这几年就电脑发达之后, - 然后网路无远佛见, - 然后你的手机吃到饱, - 不用再加钱的这个状况之下, - 都在那样子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, - 那农业不一样啊, - 农业我们找, - 我们最早的资料可以从农户会开始, - 就是在你我都还没出生的那个时代, - 那个时代农业单位就在建立所谓的文本资料了, - 那所以大家已经很习惯的就是我的文本, - 那我就是放在纸本的图书馆, - 或是一个你知道, - 就是发有档在档案库里面, - 那后来当他们要转线上的时候, - 他当然就会使用比较, - 以大他们熟悉的方式就是转PDF档嘛, - 对, - 那爬虫的部分也是, - 可是我必须要说明一件事情哦, - 你要结巴不是一件难事, - 因为结巴是断词, - 不然你Bird的结巴都是, - 所以断词它就不会有PDF, - 就是不会有所谓的句子, - 如果不是连在一起就没长嘛, - 因为发版就要断掉, - 好,那我们也有做个小测试参考啦, - 给你参考, - 就是你PDF档就给它应转, - 就是用那个OCR, - OCR, PDF转文字, - OCR, - OCR, - 就给它应转, - 转成那个text档之后, - 你再去做做解法, - 其实也是可以做的, - 所以再加上现在, - 我們PDF影像转文字, - 连Google自己的Google Lens都有, - 不过净土豆腐这样的功能, - 所以我认为这个, - 我們讲资讯软体的技术的进步, - 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快的取得更多的 - 这种文本的资料, - 然后也有一个, - 这个我们很快的回答, - 想请问一下, - 如果农科院植物科技研究所, - 想要请这个来, - 可以了可以了, - 你可以, - 你可以就加我LINE, - 或是Telegram找我, - 然后我会把植物所那边的密疏窗口给你, - 那你就可以去找他们, - 就是请那边植物所的研究员, - 去你们的学校演讲。 - 好, - 然后再来这个, - 针对很多, - 老农金很多是口述, - 用磁场跟公募门不同, - 这类有办法。 - 对, - 你讲得非常好, - 就是我们现在, - 其实一开始啊, - 我们会从农业池库开始, - 当时会发起这个专案, 就是碰到一头拉股问题, - 结果我们发现, - 农民用的专案有名词, - 跟我们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池汇, - 那你可以想像其实, - 如果要进入这个问题, - 我们必须要先建立一个所谓标准化的池库, - 只有用标准化的池库, - 才可以做不同池汇间的关联性。 - 好, - 我再说一次, - 当我们在做所谓的文本, - 然后我们要建池库的话, - 第一个你一定要有标准化的池库, - 因为我自己是从做农业科学背景出身的, - 所以我很自然的就觉得说, - 科学是一个可以重复验证的, - 重复验证的一个工具吧, - 科学嘛, - 既然科学是一个可以被复制重复验证有逻辑的, - 那池库应该也是要从农业科学的基础上出现, - 从出发, - 那在农业科学它基本上它的词汇比较不会因为时代在改变, - 然后名词改变, - 因为科学比如说像我们讲我们刚刚示范的, - 白叶枯壁, - 它就是一个白叶枯壁, - 它10年后20年后可能100年后都还是叫做白叶枯壁, - 所以我们相对的我们就觉得说, - 从农业科技农业科学的这个背景出发, - 先把标准的词库建立好之后, - 之后如果比如说像巴拉义好了, - 它的英文就是paragraph, - 然后如果农民觉得它叫做巴拉挂, - 然后我们再做串联就好, - 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标准的词库, - 再来找不到农业计划通AGRB可以提供网址吗? - 可以,我有写在这个LINE的, - 我写在Youtube的影片连结留言里面的, -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, - 你也可以手机扫这个QR码, - 或是直接打现在在封测的这个平台, - 假如DataView.com打AGRB, - 然后Index这样, - 大家可以赶快给大家3秒的时间扫好了, - 3, 2, 1, - 好,你扫下来的时候, - 直接手机先存在我的最爱里面, - 然后之后可能再用电脑开, - 手机也是可以用啦, - 好, - 然后我们再来回到下一个, - 回到我们的问题就是, - 最后问题我非常感动, - 就是他提出一个很棒的见解, - 他说非常认同开放资料重要性, - 想问问有别于AGRB, - 有别于GRB跟农业计划管理系统, - 需要确切关键制这样的系统, - 对, - 其实当时就要找这个, - 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, - 然后认为政权秩序有价值, - 却又背景薄弱, - 非农业确不论成, - 对,没错, - 然后他讲到一个重要点就是, - 这样子的, - 这个工具的使用场景到底是什么样, - 谁会去想要用这个, - 当然第一个就是, - 对于农业有兴趣的人, - 他可能是一个冲动, - 大多时候就是立文助理, - 对,你讲的完全没错, - 所以阿财自己在盖这个工具的时候, - 设计这个工具, - 其实也是蛮逗的啦, - 就是说, - 我到底盖出来我是为了什么事情, - 那很多时候是这样, - 就是想要知道农业资讯的这群人, - 他太多元了, - 他有可能是学生, - 新鲜人, - 他有可能是生了一场大病, - 癌症抗复之后, - 想要从事农业, - 又或者是他可能肿头无路了, - 就工作找不到, - 失去的人生意, - 所以他的样态太多元了, -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, - 事先的框, - 把这些人框起来, - 那立委助理对, - 就是立委助理确实是一个非常, - 他看到这个会很激动, - 很兴奋, - 那另外一群人就是农学院, - 需要比如说研究生, - 他对于比如他想要研究黑水盲的计划, - 那他可能从进研究所之前, - 从来没有听过黑水盲, - 然后讲误杂误权, - 考进了某个农院的硕士班, - 然后老师就叫他做黑水盲, - 那他就可以使用这个平台, - 所以对于学生, - 或者是政府, - 我们讲一些新的菜笔巴的厂试所的研究员, - 常常阿财自己的同学, - 考进厂试所说就发现, - 他要承接一个前辈的研究案, - 结果他根本找不到这个前辈, - 可能都已经, - 这前辈可能去天国很久了, - 他资讯都找不到, - 那这时候他怎么办呢, - 他可能就只好上网找, - 慢慢进化管理系统, - 或者是GRB去找, - 但是他又必须要, - 他没有办法很精准的说明那个关键字, - 所以这时候计划中就可以帮助这些人, - 所以目前阿财想到了实际的应用的情境, - 当然立为助理则没有办法, - 再来就是农学院的研究神或学神, - 然后再来就是那些新手的菜笔拔的研究员, - 或是像阿财这种菜笔拔研究员, - 那这个slider上的问题大概回答到这里, - 那刚刚有人有留言就说, - 是不是说可以开放, - 就是我们在断词的这个结巴的Dictionary,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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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 - 其实我在考, - 我有在考, - 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好, - 就我们可以认真的考虑, - 之前没有想到这点, - 是因为我们觉得, - 我们自己在使用的结巴目前还在测试阶段, - 不是那么成熟, - 然后就觉得, - 而且就是, - 也不确定说开放之后会有什么风险, - 因为对于阿财来讲, - 这是一个比较稍微陌生的领域, - 把文本开放, - 把断词分析的这些技术开放出去, - 但是我觉得你的建议很好, - 然后我会认真的考虑, - 然后也希望就是说, - 如果你有其他建议, - 比如说阿财, - 我觉得开放之后可能会有哪些哪些好处, - 那你可以跟我说, - 那或是开放之后哪些哪些坏处, - 那你也可以, - 就我们可以互相交流, - 对, - 那可以互相交流, - 好, - 然后再来我们的时间, - 就是要到那个Janice这边, Janice这边有人问问题, - 是问说, - 贵公司在协助小农或其他开发聊天机器人, - 来进行农产经营相关工作, - 想问说比如建制, - 是建制撒玉米的聊天机器人, - 诶, - 等一下, - 他是不是, - 我现在没有分享我的画面, - 有吧, - 我应该是有, - 好, - 是说分享撒玉米的聊天机器人, - 后续贵公司是否能进行后台的维护, - 或是贵公司在商业模式上, - 可透过后台的资料搜集来, - 来优化或进一步的小农客户需求, - 好, - 那我们请Janice来回答这个问题, -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, - 目前MentaGo是以利公司的产品在经营吗, - 有没有开放技术整合, - 那我们请Janice回答问题, - 让他回答在过程中, - 我就来把这个slide变成大家比较方便看的样式, - 好, - 好, - Go Go! - 大家好, - 我是Janice, - 那, -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, - 我们在MentaGo的部分啊, - 我们其实后台是开放的, - 所以大家都可以直接自己注册, - 那一般大家都可以透过所谓的, - 就是可以直接登录后台, - 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一些资料修改更新等等, - 像刚刚那个撒玉米啊, - 刚刚特别想要跟大家提, - 他其实他现在最, - 因为疫情关系他推出了所谓的蔬菜箱, - 那其实我们蔬菜箱呢, - 他很特别的原因是因为他一周换一次蔬菜内容, - 他每周都会有不同的蔬菜去做配送, - 他不是固定的好的蔬菜箱内容这样, - 所以他每一周他都要去更换他蔬菜箱的照片, - 跟介绍等等这样子, - 那他就会在两个地方更新, - 一个地方是他透过Google表单, -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透过MentaGo, - 其实这样子的更新呢, - 每一周他花不到10分钟就可以更新完成, - 就是他所需要一些内容等等, -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界面上, - 那我们特别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做到所谓的, - 就是使用者易用跟好用的一个界面设计, - 那我们界面呢, - 也读创财用所见即所得的方式, - 让你得到的画面跟你看到的画面呢, - 有八七项这样子, - 所以大家在改的时候, - 你很容易直觉的去对应到说, - 我真正机器人就是得到的东西回应是长价, - 那我们在MentaGo, - 它的界面上就是会这样子的设计, - 所以大家在修改上或是在维护上, - 也都会非常容易跟方便这样子, - 那当然我们公司的服务也会提供, - 就是如果你不太会使用不知道怎么修改, - 那我们这边都会有专人来协助你, - 就是教学后台等等, - 然后给你问, - 然后甚至是也可以帮助你做一些需求上的修改等等, - 好, - 那在我们公司后台的资料, - 关于我们后台的资料, -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所谓做的一个资料部分, - 我们是做closed domain, - 以就是机器人领域来说, - 它是一个封闭性的领域, - 它跟一般的public domain其实会不太一样这样子, - 那这些资料的运用呢, - 因为我们还是得考量到所谓的, - 我们会保护使用者它的隐私权资料这样子, - 那我们会后来会去, - 我们会慢慢的去收集, - 然后去了解说, - 这些资料, - 然后也要跟每一位他的, - 例如说撒玉米好了, - 我就要先询问撒玉米的聊天, - 撒玉米的老板他的一个资料, - 是不是能够open, - 是不是能够公开, - 或是是不是能够隐藏某一部分的个资, - 然后某一部分资料我们可以公开让大家使用这样子, - 好,那第二个问题也提到, - 我们MentaGo呢, - 是我们是以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- 对, - 所以我们是以产品的形式在做经营, - 对, - 那产品当然有分标准品跟专案品这样子, - 对, - 那另外是我们有没有开放整合技术, - 是我们公司大概下半年正在规划所谓的open API, - 那只要有open API之后呢, - 就是未来是不同的平台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个串接的部分, - 那我们预计是今年会完成我们, - 就是预计下半年就是会全心全力的在充斥我们的open API的一个 - 规划跟设计和开发这样子, - 对, -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open API可以开出来是好用, - 简单使用, - 然后串接上可以异动, - 对, - 那当然在我们的设计上我们也会特别的琢磨啦, - 对, - 对, - 所以也是就是让大家稍等我们一下, - 给我们一些时间, - 对, - 那一旦就是有新的消息, - 我们也会公布给大家这样子, - 好, - 好, - 谢谢Janice的提问, - 那我看一下, - 我确定一下, - 好, - 那slido上, - 好, - YouTube上有没有, - 应该是还好, - 对, - 那因为就是我们发现, - 刚刚就有超多的人, - 然后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, - 不论是YouTube留言, - 或是直接联络主办人, - 或直接联络讲着, - 想要知道怎么样签到, - 那就是想说剩下一些些的时间, - 我们来算是工商一下, - 就是说很多人在问我们签到嘛, - 那还没签到的朋友, - 因为我们在这次的议程有准备小礼物, - 就如果说你完成小任务, - 然后呢并且签到, - 这样我们就会送你小礼物, - 那你要怎么完成小任务呢? - 第一个就请你大家, - 现在来加一下这个农业开放社群的秘书, - 他叫Kufa, - 然后我们赶快加Kufa秘书的这个小, - 这个Line加好友, - 那加了之后呢, - 你就要完成点选那个Kufa任务, - 好,我们直接点吗? - 我们直接demo就是加好友之后的画面, - 然后跟大家讲怎么做, - 操作完成我们的Kufa任务, - 就是第一个你就要打开你的手机, - 然后打开你的Line, - 打开Line之后呢, - 我们现在就是要扫, - 阿财现在在扫那个加好友的这个QR, - 那你扫完之后就会有一个加好友的连结, - 那下面底下就会有, - 加好友之后会有三个按钮, - 那就请大家点这个Kufa任务, - 中间这个Kufa任务, - 中间黑色那一款Kufa任务, - 帮我点下去, - 点下去之后呢, - 就会我们的秘书小姐就会说, - 问你要不要结任务, - 那你就是就不要犹豫, - 就按下去结任务就对了, - 那按下去之后呢就会有, - 他就会给你一个回馈表单, - 然后跟大家说回填完之后就有三倍的回馈, - 那我们等一下会来开箱, - 先直接现场开箱, - 那我们的小礼物有什么东西, - 那在填完之后啊, - 就是可以做测验, - 里面就会就是有, - 比如说对于活动的一些, - 满意度调查这样, - 那你们的每一个填单的这个选项, - 对我们来说都是下一次办活动的很重要的参考的资料, - 好,那你填完之后呢, - 我们就要留下你的收件地址, - 我们就会把三倍回馈寄到你的收件地址, - 那是哪三倍回馈呢? - 第一个呢, - 就是阿财刚刚有说我们在做的是农业科技的渔情探勘嘛, - 那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, -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出这样一本的这个资本的年报, - 就做农业支付报导年报, - 那我们就会把当年在做, - 包含其实就是如何把持库去做渔情探勘的应用, - 不是那种网路上社群的渔情, - 是科技的渔情, - 然后我们就把它写成一本年报, - 那这本年报里面就会有告诉大家说, - 我是怎么样做运用开放资料, - 然后做这种科技前沿探勘, - 那这本年报就是只送不卖, - 所以如果你完成任务的话, - 就会第一个得到这本年报, -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社群贴纸, - 目前如果你在外面看到有人贴的贴纸, - 你赶快去跟他打招呼, - 因为你就是农业精英中的精英, - 少数中的少数, - 然后上面是2020, - 2020是我们KUFA第一届, - 所以它算是我们的开始的一个重要的数字, - 2020农业开放资料论坛, - 好,所以你就是第二个小礼物, - 第三个小礼物是阿财最不想送给大家的, - 就是很想要自己按扛起来, - 就是这个, - 这是李李仁的李烟笔, - 那我们就直接开箱给大家看, - 你可以看到外面, - 王美首饰, - 你可以看到外面是非常有质感, - 李李仁是一个文创公司, - 然后他们就是把废弃的李烟笔, - 然后做成李梗做成李烟笔, - 那你可以打开看一下, - 里面就是漂亮的外包装, - 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漂亮的笔, - 那很适合送李自用两箱仪, - 我们现在好像在开什么, - 这样要加一加一, - 买起来, - 结账量, - 买起来, - 留言加一刷起来, - 买起来, - 其实就是用废弃的李梗做, - 我是觉得非常质感, - 它整支就是木头, - 然后上面有印我们的Agri Open Data, - 然后也是我们的创办年2020年, - 2020年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年, - 好, - 然后这支笔也是送给你啦, - 完成小任务就送, - 好, - 重点就是, - 其实会送礼物就是因为很感谢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, - 然后一方面也是想要算是帮他们推广, - 这一组年轻人创办人非常不容易, - 他们就是用循环经济的理念, - 然后把废弃的李梗做成李烟笔, - 重点是它很美, - 很漂亮, - 就是它的, - 我觉得它的美感也是设计的很好, - 那李里人你看到的话就发票, - 就是我们发票就寄过去, - 这样子, - 开始寄发票, - 好, - 所以记得第一个, - 就是要扫我们等一下画面中的这个QR码, - 然后扫完之后呢, - 对对对, - 谢谢导播, - 非常开心, - 这个这个, - QR码扫下去之后呢, - 就要按那个加好友, - 然后呢, - 要完成我们的枯法任务, - 枯法任务做完记得填写你的收件地址, - 我们就会把这个, - 我们就会把漂亮的好三个, - 三倍的小礼物送给你, - 第一个呢, - 就是这个, - 我们怎么样做科技的, - 研究前沿的, - 还有渔情探勘的这个成果, - 都在这边, - 你可以只送不卖, - 送给你, - 那再来就是有我们的纪念贴纸, - 大家可以用这个去互相认清, - 大家都是农业开源人, - 那第三个呢, - 就是我们很推崇的, - 应用循环经济, - 他们做得很好商业, - 应该说就是, - 把循环经济导入到商业, - 应该说把, - 对, - 续环经济导入商业模式里面, - 做得很精美的一个理研比, - 好, - 那, - 我们现在下午的时间, - 下午的议程是, - 下一个议程是2点40分开始, - 好, - 然后呢, - 我们看一下还没有人有问问题呢, - 好, - 没有人问问题的话, - 那我们就, - 诶, - 有人说, - 有没有考虑找一些农二代, - 或者是对于老农比较有办法沟通的年轻人, - 来确定一些老农用词, - 然后来针对名词做比照表, - 这个问题啊, - 其实我觉得关键在于, - 诶, - 这感觉又会变成一个是, - 一个文化议题, - 就是其实, - 讲到农村的词汇, - 就一定要讲到台语啊, - 就是很多时候老人家他们使用的语, - 语言是台语, - 那, - 其实阿才真的有在认识, - 认真考虑啦, - 如果我们这个中文的词汇累积起来, - 是不是应该要去跟台语做创接, - 但它又变成是另外一个战场, - 就很可怕, - 所以如果有对台语文有兴趣的, - 我们刚刚记得隔壁棚吧, - 还是昨天有一个一成鬼都在做台语, - 就是会跟他们多多交流啦, -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把一些比较地方性的语言, - 或是用法, - 像比如说我们讲, - 我们讲喷药好了, - 或施肥好了, - 对, - 像如果你是农学院的学生, - 我要去施肥, - 可是很多人都会直接说, - 我要去露肥, - 就是它会去下肥, - 或是它要去喷肥, - 就是他们用的词, - 词会跟学院背景的就是不一样, - 那这部分我们也会, - 就需要大家来讨论啦, - 所以刚刚的朋友有提出, - 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跟老人比较好的, - 跟长辈比较好的年轻人去攻对, - 没错, - 那我们其实这个话题, - 这个议题我们其实去年才开始引起嘛, - 我们希望每年都有这样的交流啦, - 那至少大家可以互相勉励, - 然后互相想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, - 好, - 然后再来, - 针对老农很多, - 今天是口述用词工朋友, - 就是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词汇串接, - 就是遇到很多的困难, - 那目前就还是像阿财刚刚说, - 还是回到先把标准化的名词建立起来之后, - 那阿财在做的事情就是把中文跟英文串起来, - 这个也蛮重要的, - 就是英文这个语言就是一个相对中文比较精准的语言, - 因为他们可以随时创造新的单字, - 来描述一个新的东西, - 那中文就是会需要不同的字跟不同词去串接, - 那所以基本上在做串接的时候, - 其实策略会是限制以英文为主, - 然后再去串中文, - 然后中文再去串其他的语言, - 那非常感谢, - 那对, - 然后所以因为时间等一下再一分钟, - 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议程, - 那我这边可以跟大家沟通的, -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先是晴朗科技, - 先会分享他在台南推广无人机的这个经验跟小故事, - 然后接下来会是有我们资设会的朋友, - 那我们这两个team推就讲完之后呢, - 会有一个统问统答的时间, - 然后大家就可以用那个时间点, - 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下, - 在做这种地方创生跟数位工具推广的时候, - 有遇到什么困难, - 那因为还有一些时间, - 所以我再把画面切到这个QR码上, - 喔,所以还没有少的赶快扫喔, - 还没有加好友的赶快加, - 小法密书在等你, - 那我们就先进入到下一个议程啰。 - 那我们就下一个议程是这个kind 敏朗科技的同學要跟我們分享 好 Let's go